外号斗牛是,新加坡和以色列合作研制的携带型防坦克,破门或箭筒。 原调题,外号斗牛是,新加坡和以色列合作研制的携带型防坦克,破门或箭筒。 今天要说的Methadol英语,Nan,Portable,Anti,Tank,Anti,Dol,一枚,携带型防坦克,破门或箭筒,简称,斗牛式。 它主要是由新加坡和以色列之间合作研制的一支携带型一次射击型防坦克武器系统。 也是德国十字公轻型防坦克武器设计的一个更新版本,因此操作的方式是相同的,结合了三国的技术。 Methadol,斗牛式,于2000年开始研制,Methadol最终将会取代在新加坡从1980年代以来,已经开始服役的德国十字公轻型防坦克武器。 发射90毫米,3.54英寸,火箭弹,斗牛式是在同类产品当中最轻的火箭筒。 其档头能够有效地破坏装甲车辆和砖墙。 而且具有僵筒后喷火简致最小的装置,使得它在密闭空间仍然能够安全操作。 斗牛式应该是世界上最有名的能够集装甲运冰车和轻型坦克的火箭筒之一。 它发射的串联弹头高爆防坦克弹火箭弹,采用了具有延迟模式引线的机械装置,能够在双重砖墙上造成一个直径大于450毫米,17.72英寸,的大洞。 因此并可作为对付那些躲藏在墙壁背后敌方的一支反人员武器,在建成区内战斗时提供了一种突入的非常规手段。 独一无二的弹头,斗牛式可以使用同时具有高爆防坦克弹弹头,和高爆粘住榴弹的双用图串联式战斗部弹头,分别可以破坏装甲和墙壁、碉堡以及其他防御工事。 弹头选择是通过其碳针形装置,最有可能是保险丝延长器,延长这碳针形装置就会变成仿战车高爆弹头模式,而缩短碳针形装置就会变成高爆粘住榴弹模式。 斗牛式的进一步衍生型,主要是给士兵在人口稠密的城市环境内操作,作为反结构武器的用途等。 作用途武器的斗牛式,MP型,Metador,MP,专门破墙的武器的斗牛式,WB型,Metador,WB,还有斗牛式,AS型,Metador,AS。 装上了先进的串联式弹头的反结构武器,也装上了双模式硬性设计,并且分别命名为反炮作模式,英语,Anti,Emplacement Mode,和贯穿穿脚鼠动模式,英语,Penetrating Mouse, Holding Mode。 在2009年1月,在行动中使用,特别是斗牛式,WB型被大量使用以入贯穿墙壁结构,使部队能够突入内部并且攻击目标。 事实上,除了新加坡,以色列使用外,德国陆军已经订购了Metador,AS火箭筒,并命名为RGW-90,AS,发射的是具有可伸缩碳针型装置的反结构火箭弹。 贝斯洛维尼亚军队所采用,并命名为RGW-90,还有英国陆军已经从诺贝尔炸药防务订购新型斗牛示范结构弹药,英语,Anti,Structures Munition,简称,ASM,版本,外销多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